快乐不加,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 2022年1月1日起,伴随8090后,整个青春的快乐大本营正式结束,热播了20年的总理节目,成为记忆 不过在元旦当天,由何炯,蔡绍芬,秦肖贤,王鹤蒂,布瑞吉参加的全新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正式开播 虽说没有延续快乐家族的阵容,但由何炯主持,再加上努力说好普通话的蔡绍芬 以及综艺感十足的秦肖贤 使哥相信,这档综艺节目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毕竟我们老秦能凭实力带回档综艺 从人人爱看的国民综艺,到如今收视率惨不忍睹的综艺节目 《奔跑吧兄弟》这档节目,从导演到嘉宾换了一轮又一轮 但又有谁能想到,就是这档面临收视危机的节目 竟然靠着27岁的档于一姐白露和24岁的等于社相乘演员秦肖贤成功翻身 节目中,为了让白露体会飞翼落水的感觉,秦肖贤直接上演秦式表演 老秦的解释和白露的惨叫,笑坏了多少屏幕前的观众 不过高手之间过招,怎么可能只有这一招 从泳池上来后的白露直接拉着老秦坐在飞椅上 谁说嘴里说着不报复,但当游戏开始的时候 直接上演《我的耳朵听不见》的戏码 飞椅上的老秦就以各种姿势落入水中 嘉宾之间互坑,给节目创造笑点 帅哥仿佛找到了最初看跑男这档综艺的感觉 奔跑吧节目中,老秦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 还用自己的高请商给盛哥带来感动 节目组一天的饭钱,可能在收入颇高的明星眼中并不是大钱 但对于运动员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老秦主动要求付钱,却侄子未提是为了功力交 老秦这情商果然是拿智商换的 在奔跑吧中,遇见个实力相当的白露 老秦的综艺之旅还颇为顺心 但在另一档综艺节目中,老秦过得就不是那么的顺利 先是遇见自己女神的老公赵又廷 想不想跟女神见面,我想啊 好好表现 不要拿这种事就威胁我 后又遇见喊自己哥哥的助续单 哎呀老老秦,请上前 请上前 对 哥哥 哥哥 先不说忽视自己了 就指这一声哥哥,气得老秦抓狂蹲地 更别提后面,助续单喊错老秦的名字 快点走,老秦,老秦 老秦,老秦 哎呀,啊,啊,啊,好烦,我认得我好烦啊 哇,真的 是叫老秦 对,是叫老秦,对 还直言,老秦吐气了 哎,这是什么话呀 我对世界说法,唯独对你说喜欢 哎,你好土啊 你让我念呐 看来,老秦以往不是没人能压得中 只是没遇见助续单而已 在综艺节目中表现犹豫的老秦 参演了票房黑马扬名利万后 更是凭借出色的表演被央视点名表扬 虽说台词没有几句 但老秦却将大海这个角色演活了 老秦的奴隶也终于被人们看到 他的实力也被大众认可 所以摄格还是十分期待你好星期六的 老秦是否能在这档综艺节目中持续发光 摄格拭目一旦 您觉得秦小秦的实力如何呢 欢迎留言告诉摄格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来看我视频的一天呢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